嗨 大家好 我是艾莉莎酸 反正我最近來泰國一個月嘛 然後在一個月內呢 我會玩清麥 然後普吉島 曼谷 那我之前呢 在曼谷就有拍過一個什麼 曼谷最貴飯店半島酒店的企劃 然後那個飯店一碗是一萬多 大家就說一萬多還好吧 沒有很貴 然後這一次我們來清麥的時候就發現 哇 清麥它有一個 真的是比曼谷最貴的飯店還要再貴好幾倍的 就是我們後面的這個 Four Seasons清麥 反正四季酒店一直都是那種 最高價位的飯店 一碗的金額竟然要兩萬八千台幣 但是大家知道嗎 清麥的物價大概就是台灣物價的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這個飯店它還要兩萬八 你就知道它到底有多貴了 那我們就進去看 走 你看它的建築風格走一個 就是那種北太古典的風格 發現四季酒店它通常走的路線 都不會故意要給你現代化 它都會走那種有一點融入當地傳統的風格的感覺 你看我們一進門的地方就有一張這種 泰國古代的畫 然後這個茶水區我剛剛問過了 反正它的水是免費的 茶也是免費的 咖啡也是免費的 其他全部都要錢 千萬不要碰到它 然後呢 這就是我們的Q size bed 它有給我們三種規格的枕頭 它的床旁邊呢 也有一個小小的茶几桌 就是兩個人可以在這邊喝喝茶 聊聊天什麼之類的 然後旁邊這個區域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工作區 也做得很大 你看它是做雙人的耶 行李都剛好這樣子 有一格給你放行李的 有另外一格給你放行李的 所以它其實空間真的是設計得剛剛好 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衛浴區 有發現通常超過一萬兩萬的飯店 它的衛浴區跟它的主臥區都會有一種這種門 讓你把它隔起來 會有一種優雅的感覺吧 而且你看它的洗手台也給我們兩個人 通常在五星級飯店裡面 常常都會看到這種兩座室的 可是這個是我第一次看到還有這種休息區 但是它們最特別的就是 我們的這個房型 是有一個露天的陽台的 它是那種泰式傳統的陽台 因為以前泰國好像地上會有很多蜥蜴 或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它們的建築都要讓地跟建築物之間 是有高起來的地方 這就很像那種泰式高腳亭的概念 我們晚上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哇 這個是蕩鞦韆欸 好 反正現在呢 才剛進來不到一個小時 然後我現在先來吃它的 Welcome dessert 是一個西米露之類的東西 現在感覺這個飯店 它想要傳達的吊吊呢 就是因為青脈啊 它在古代是蘭納王朝 Lana Lana的意思就是富饒之田 所以說青脈其實以前呢 在中國啊 還有列強的眼中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很棒的稻田區 所以四季酒店它蓋在青脈 它可能也想要傳達那種稻田的感覺 好特別喔 這不是西米露欸 就是像那種什麼棚大海之類的東西 通常這種頂級五星級飯店 它都會安排很多活動給你玩 然後這邊也有morning yoga 剛剛就超開心 結果看 哇 它不是免費的 它一個人要1700台幣欸 只有什麼洗水牛的活動 種田的活動是不用錢的 所以我們明天會來參加洗水牛的活動 好啦 我現在看到他們整個園區的設計 就覺得好 它貴的是有道理的 你看就是這樣幾戶 他們平常要花多少心力在維持這個庭園 這個庭園超巨欸 我走一走竟然走到一大片稻田 然後在這個稻田旁邊又有一些別墅 他們就是直接在這個稻田旁邊的 好 現在呢我回到房間了 那大家會不會很好奇說 像我這樣來泰國一個月以上 那我的行李是怎麼安排的呢 反正這一次我跟羽球教練 總共帶了4咖行李箱 基本上我只要是去國外 大概5天左右的行程的話 我都會是帶26吋的 上個月去小琉球潛水5天 我就是帶這個26吋的 那我其實平常最常帶的那一顆 是粉紅色29.5吋的 像我之前去日本10天 然後去北美7天 常常去韓國什麼一兩個禮拜之類的 都會是帶那個29.5吋的 但是這一次因為我要來泰國一個月 所以我帶的是這個30吋的 30吋的它好像可以裝的大小是120L 然後29.5吋的可以裝的是100L 因為這次要帶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同類型的東西我想要把它放在一起 你們看這種單開式的行李箱呢 它就是拉鍊是在最上面 然後它打開之後 站位的大小就是雙開式的一半 所以說其實像很多那種什麼日本的飯店啊 那個走道不是都超小嗎 你其實根本不可能把雙開式的行李箱給打開 所以呢這種單開式的行李箱 就是你很適合帶去任何空間比較小的地方 而且我覺得其實也不只是站位的問題 通常我連去那種美國啊 或是什麼很大的地方 我也都覺得單開式的實在是好用太多了 因為你看雙開式的你打開之後有沒有 房間地板就是很亂啊 除非你一個一個把它整理好嘛 但是幹嘛出國那麼累 像我這個裡面是完全沒有做任何整理的 我這一咖行李箱裡面放的就是任何 除了衣服以外的東西 像說電棒啊 攝影的器材 保養品 沐浴乳 化妝品什麼之類的 我全部都是放這一咖行李箱裡面 所以你不用去思考說 哪一些東西我要放左邊 哪一些東西我要放右邊 你就全部都把它往裡面丟就對了 那很亂怎麼辦呢 很亂根本沒有關係 因為房間你想要讓它看起來乾乾淨淨 你只要做一個動作就是這樣 然後你的房間看起來就超乾淨 而且我要說一個它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全部都有做這種 內建的收納隔層 所以像我這一格裡面呢 全部都會放頭髮相關的東西 像是我的梳子 化妝棉啊 卸妝棉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的隱形眼鏡 一個月份的也全部都塞在這一格裡面 好 那我這一顆大白色行李箱裡面裝什麼呢 就是它裝了我家羽球教練 我們兩人份有關衣服的東西 還有這次帶了四雙鞋來 因為我來一個多月嘛 我不想要每天都穿同一雙 對 你看我也帶了非常多包包來 它這個隔層又更大了 像這個地方呢 我裝一些我的隱形胸罩之類的 因為來泰國你看 他們的衣服全部都是這種 矽肩帶之類的 不可能穿胸罩 所以這裡面呢 一定是用 就是我最推最推的隱形胸罩 反正那種貼身衣物 我就會把它塞在某一格裡面 真的超級無敵 好用 好 接下來呢 最後一個就是我的登機箱了 反正登機箱這種東西 我覺得基本上 你如果是去三天以內的旅行 你就可以只要帶一咖登機箱就好了 但是通常我只要是出國旅行 無論是幾天 我都會原本的那一大咖行李 會額外再配一個登機箱 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大家工作怎樣 但是出國一定會帶筆電吧 那筆電呢 大家都知道是不能拖運的 所以你在飛機場的時候 你就要這樣另一個筆電包 很累 你看 它是前開式的 有沒有 我們的筆電就可以直接從這個地方拿出來 我連把行李箱放倒 再打開都不需要 那這個登機箱裡面 我還會放一些不太能拖運的東西 像是我的相機組 坐飛機的時候 我通常也會看書 我最近在看這個 所以我的書通常也會把它放在我的登機箱裡面 總之呢 這次的團購 是我自己真的已經用了一年 然後我覺得太好用了 所以我自己聯絡Logo說 可不可以跟我團購的 所以影片最後呢 我會跟大家分享我們的團購資訊 超級優惠 而且任何顏色都買得到 好 夜晚那個整個稻田上面他們都放螢火 所以超漂亮 好像那個戰國時代 世紀它有兩間飯店 然後一間是西式的 一間是泰式的 所以我們當然是選泰式的嘛 然後它泰式的這一間 好像大家都說蠻好吃的 一看到那個Menu 又給我嚇到一下 因為我們昨天才去吃了泰宮 真的是米其林 不是必比登的那種米其林餐廳 一道大概也兩三百三四百 這邊一道就是七百五 直接又比米其林貴兩倍 我們兩個人分這個主餐 就是一個雞肉的沙里麵 它麵是脆脆的那種 這個就是北泰金麵 是喔 對啊 然後我們平常吃的北泰金麵 一碗三十 一碗七百五 吃吃看看 然後呢 我們又點了一個烤雞 你知道我又發現什麼事 最近也是我們在街邊小吃吃過的 是嗎 S.P.雞 喔 你真好棒 謝謝 哇 超甜的 S.P.烤雞好像這樣95 然後這邊多少 他在幫你 你還跟他說是S.P.烤雞 不得不說 它這邊的東西 其實都是那種 我們在青脈街邊小吃餐 看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它就是高級版 對 可是它是高級版 可是你真的是一吃 哇 真的是不一樣 這個醬很濃郁 嗯 嗯 嗯 好吃 像那個泰北筋麵 我們也是吃了米其林必比登推薦的 然後也排隊排到爆 但這裡的更好吃 它那個醬汁 好濃郁 而且那個濃郁又不是黏稠的那種 它也是稀稀的 但是就是好濃郁 好好吃 嗯 噢 燒嘴嘴 謝謝 哇 好險我們有點 就是你以為米其林必比登 我們已經去泰北筋麵的TUPP了 你沒有想到還可以吃到更好吃的 然後我們再來吃一下SP炒雞 噢 太能量 哇 它比你太能量 又贏過SP炒雞了 我們現在呢來吃他們的早餐 他們的早餐好高級喔 然後早上的那個view又比晚上漂亮一百倍 它Buffet的東西超多 而且很有特色 就是明顯的展現出他們那種田園風景 它的甜點會不會太高級了 原本我覺得早餐沒有什麼好拍的 就是錄一下然後吃早餐就好 可是它的早餐太高級了 我沒辦法不拍欸 隨便一個甜點 就點一個什麼smoothie之類的 結果 它還這個欸 這個怎樣高級 這些灰灰的東西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知道 這個是藍莓果喜欸 超好喝 好 現在呢 我們到他們的游泳池了 然後他們游泳池蠻大的 可是它水都是綠色的 送餐過來 給我們一些水果飲料 重點是還給我們防曬 太貼心了吧 喔 它水好冰喔 妖怪 好 現在呢 我們要來進行四季酒店最後一個活動了 這個活動呢 非常非常的特別 五星級不是都會安排給你一些活動 你可以自己參加嗎 然後這一家最有名的活動就是 洗水牛 它剛剛又送來一包東西說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洗水牛的制服 我們等一下要換這一套 然後就去洗水牛 好 我換完水牛妝了 就是這樣全藍色的 然後還有一條布 不知道這個布要用來幹嘛的 五何日當五 汗滴河下廚 我們等一下就要洗它們 洗水牛之前還有點心吃欸 我們要來洗的是這隻小牛 喔 這隻才一歲半 我看它最順眼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小小的 給我來一下 對 給我來一下 對 給我來一下 不要看得很難嗎 好乖喔 它雞雞好大 好特別喔 怎麼飯店會有這種活動 你不覺得很特殊 好 這樣我們在四季最後一個行程就結束了 那你覺得住四季酒店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服務到細節裡 然後你會感覺到你住的地方 整個都融入大自然 跟融入這邊的特色 所以像它這邊本來就是一個稻田嘛 對 它就以稻田為中心 然後去整個擴散開來 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娛樂啊 或是美食啊 DECO之類的 住宿環境一定很像農夫 但是高級的農夫住在裡面 對 就是我覺得來這邊很像一個 農村體驗影的感覺 對 這邊每個人他看到你一定都在笑 沒錯 喝的東西結束了 他就會立刻再補給你 然後甚至連我們打撞球的時候 他都補好幾次點心給我們 對 他就是很怕你有任何時候覺得 欸 無聊這樣 他一定把你照顧的服服貼貼 還是這邊的陽光跟 空氣 就是很舒服就對了 所以雖然花了兩萬吧 但是我還是覺得值得 然後呢 不是有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來介紹一下團購價的部分嗎 這個21吋的登機箱 它的原價是一萬多 然後它的團購價是9040 這個26吋的它的團購價是10720 29.5吋我沒有帶來的那個 它的團購價是11500 30吋的這個 它的團購價是12390 就是大概都會比原價便宜的2000元左右 而且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行李箱超級難買 然後幾乎你喜歡的顏色都會買不到 但是現在我們團購期間 任何size都會有貨 但是一個顏色大概就只會有20個 所以大家真的要買要快 那現在呢 我們團購的就是12月的時候 它才改版的 所以這個行李箱的殼本身 它就已經有升級過了 會變成更耐摔的殼 還有它的那個輪子也變成TPU 就是不會水解的材質 所以它的那個輪子可以更耐用 但是它還有改版大概8個地方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資訊欄 那我自己使用LOJO的心得呢 是從23歲到現在 就是每月一飛 我真的沒有用過比他們家更好用的 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只要放到飯店裡面 它就是省空間 因為每次其實你都還要 像書本一樣打開 然後不知道哪一個是正面嘛 然後東西就會掉出來 然後這次開心理箱就覺得 只要放上去打開這樣就好了 而且它真的很好推對不對 對啊 它很好推 大家對這個牌子的心理箱 就是一致說它非常的好推 而且我覺得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真的長得非常的好看 你看這樣子三顆 就是男女都可以用 都非常的適合 其實說真的 我開始用它們之後 我就完全把我的REMOA放在一邊了 這個完完全全大勝REMOA 就是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心理箱 都可以團購起來 好那等一下呢 我就要來開車了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都可以按下面的訂閱 然後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G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下面一會兒 下面一會兒 我會不會贏 有沒有 還有 我們會不會贏 我們會贏 我們會贏